假设我今天需要知道 到底今天的空气品质好坏 他提供给我三个东西 CSV Jasson跟AXS 我如果说我这三个 我都要学习怎么样把资料抓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底下的话 当然他会有一个劣势结果 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个栏位 好像还有第五个栏位 不过第五个栏位好像不需要 因为他都是一个单位 好像叫什么 这种MUG是不是 他叫维克 那其实这个就是目前的空污状况 目前看起来今天的 PM2.5状况好像比平常还要好一些 只要好像5% 就是数字越小越好 那50以下应该算是不错的 不过你还不然金盟反而变 是最不好的 为什么 我看一下 高雄会不会 屏东的话你看 高雄市 72 还有破百的 吓死人了 这时候住在那里真的是 身体状况不好 好像也可能可以怪这个 因为PM2.5的话 对于很多器官影响都会蛮大 跟癌症应该也很有关系 不过这我们不知道 反正我们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重点是去抓资料就对了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反正网路上能够给你的资料 你就可以把他抓下来 那以后不只是只有 像那种开放资料 以后的话物联网 机联网 反正什么什么联网 他就会类似提供给你一个东西 你就去把他抓过来就对 比如说有一台机器 他就自动在 他可能有一个webs内建一个webserver 那你就是随时去抓 你会像这个PM2.5这么多监测站 对啊这个测站 每一台其实就是一台一台电脑 那我要怎么把那个测站 把里面的资料抓过来 要不就是他主动给我 写到我的database 要不就是我主动去把他抓过来 这两个模式 反正都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效果 不然的话以后蛮多地方 像政府机关不是只有监测PM2.5 像监测辐射也有 任何地方 尤其像核能电厂附近 到底有没有超标 对不对 有没有外泄问题 第一时间有没有警报 注写或者是其他的 那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抓下来的话 我先从CSV开始 那CSV怎么抓 第一个如果你不会用 就是直接从网络连的话 你可能点点他一下 他会下载 那下载还记得怎么把他开起来吧 档案在这里 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档 所以以前的做法的话 我们就开一个 按右键新增一个Module 里面的话我们F等于什么 F等于Open 假设我要把Open起来的话 Open哪里呢 Open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的位置的话 基本上 我们习惯就是他的路径 复制一下 我是建议你用复制的 把它贴过来 为什么用复制贴 一定不会错 一个反斜线 就是他下面的那个档 那个档名称很长 我是建议也是用点一下 把副档名跟档名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去就可以了 那前面加一个小R 因为太多的反斜线 我们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要 拖一资源的话 太花时间了 点什么呢 用R模式 后面的话 如果说从网路上下载 那当然我要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 那个什么UTF8 或者那怎么做 按右键 有没有 你可以用编辑 用记事本开 按另存新档看一下 他是UTF8 是UTF8 如果NSI就不用加 如果是 那个UTF8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用那个encoding 还记得 不过这个可能要慢慢记 而且要熟 不然的话 以后你要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就会是问 后面跟他讲说 我要用 UTF1-8 OK 这样的话 我们等于就open他了 open他之后 接下来我怎么做 我可以把它 read 读取的话 read line 一行 read line 很多行 读到一个串列 如果你要全部读取的话 那就read就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用read好了 s等于什么 我把它全部读出来 小刮壶 然后把它print print s 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前面要加个f f.read OK 三行搞定了 这些我建议一定要很熟 而且要最好都把它背起来 执行一下 然后run一下看一下 这个东西有没有被我抓下来 全部有没有 run 出来了 但是如果将来我要把它塞到资料库 可能第一列就不要 所以我要避开第一列 那我要怎么刚好避开第一列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用跑一个回圈 而read的他 不过我如果要把它分别输出的话 那这边可能就要稍微 这后面的话有个反斜线 n 所以如果说我要再把第一列去掉的话 那我就是把它全部都丢到一个串列 然后做什么呢 然后就是分别再去把它的逗点也把它分开 这样的话我才有办法逐一逐一的 把我要的东西丢到资料库 OK 不过目前的话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是从档案读取 可是问题很麻烦一点就 那我每次要点一下 他才会下载 点一下再下 那这问题我不要啊 我可不可以 不要点一下 我就直接按右键 看一下他的连结在哪里 复制连结网址 意思是他那个网址我直接去抓 可是问题要怎么直接去抓 第一个把它复制一下 那如果我把它改一下 哎呦我把它改什么 我不要去 那个点一下再去开档 那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要input什么 input一个 input一个 这个 那个模组叫request Q U E S TS 这个 但特别注意哦 这个request 如果我们之前没装的话 你可能要装 req 打错了 req UEST 然后request里面的话 他会有一个方法叫get 那我们假设我前面多一个html的 一个变数去接他 那request Q UEST 7 点get 你后面就点get get的话就是给他一个字串 跟他讲说网址在这里 你帮我把那个档帮我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 另外你还跟他讲说 这个 他的编码方式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就还要告诉他 他的编码 点什么 encoding 这个encoding 等于UT8 这个这一串其实一样的 只是说他分两行写 最后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什么 html这个物件里面的文字抓出来 他的文字 所以后面你可能要多加一个test 但目前看起来这样值机应该是错了 为什么错 因为他可能会不认得这个request 有没有 no module 没有模组 name request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把它装起来 去哪边装 我们要到那个 Python的官网上面 把这个模组抓下来 怎么抓呢 1 请你到 低点底下的Python的3732 2 找到Squibus Squibus里面的话 因为主要我们要用这个叫Pype的一个 执行档 去帮我Pype request 所以再点上面一下打一个cmd Enter 特别之后就是到这个目录里面打一个Pype 打法就打一个Pype Pype是说帮我抓什么呢 抓那个request帮我安装到我的 那个韩式库里面 名称就request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正确没有问题的话 他会帮你就是抓 而且会跑出 像这种状态 他跟你讲说 什么呢 已经存在吗 啊 拼出request 拼出request 东西的话叫什么 你可能以后就记得就是再去 那边去把它装起来 他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所以我之前我们之前有练习过下载吗 有吗 有哦 对对 公有那个 好 这个地方get过之后 那你可以看一下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去网络上抓了 自动帮我get下来 哎有抓下来 不过还是会有问题啦 就是这个可能将来你要去切他 那这个怎么切 我想我们前面练习过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就试试看 就是说再试着把这个json 跟sml 比较重要是这个json 那json的话点开了 你会发现他就长这样 这个结构可能开稍微看一下 中瓜糊 哎中瓜糊的话 他是一个 串列还记得吧 那里面的话大瓜糊就字典 所以他在串列里面放一个字典 有没有 啊逗典 所以呢 他是串列 然后里面放一个 两个 所以他一笔资料的话就是放一个 字典 但是那个字典里面的话 我们只需要什么 你会发现前面这个sites 这边又重复 这个叫key有没有 下面这个也重复 就是他栏位名称 那我其实只要什么 value部分 所以什么 我可以把那个 dictionary里面的那个value部分抓过来 然后再把它print出来 结果就ok了 他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也许想想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那比较重要的也许我们就是 当然读 csv 如果你可以读下来后面我想操作都差不多 那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json 跟xml 如果你也可以快速的把它从网路上get下来 那并且把它输出 那你就知道说未来你可以把它丢到 资料库也好 或者你要把它再把那个什么 json转成csv 因为很多时候 csv好处是跟ecel可以 就是你丢一个csv给他 他可以用ecel开 那ecel可以开了起来 他其实就后续就没问题 使用者端他就可以拿这个来用 所以未来也许我们待会 主轴可以放在那个 json 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怎么样再把它转换成csv 大概两个